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特別邀請到朵希美學的負責人黃雲琪女士 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謝謝 Windy總監妳好 前面我想先請總監來跟我們分享說 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起心動念 讓你創立的這個公司品牌 因為一剛開始我是上班族 對 因為上班族都會想說要吃酵茶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想要做鬆餅來做創業 對 然後我就去荷蘭的一趟 然後就想說可以去研究一下 結果後來去到荷蘭吃了很多鬆餅 然後也做了鬆餅 然後大家都說不好吃 對 所以就想說那我該怎麼辦 我都已經離職了 然後就想一個人在荷蘭城市歐洲這樣晃來晃去 就發現為什麼外國人都有除毛的習慣 然後但是我們卻都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想說比較沒那麼普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如果要創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技術要在自己的手裡 然後他要對你有黏著度 那我就來做這個除毛的事業好了 我就想如果男生跟女生都來讓我除毛 那他私面出不可能到處給人家看嘛 當然 所以我就想說那他毛一段時間就長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永久的一個黏著度比較高的一個 對 就等於說總監覺得說後面我們想創業 就一定要找一個是技術性 然後可以永久做下去的一個事業的部分 對 所以才讓總監創立了這個朵希美學的部分 對 不然朵希本來這個名字是要鬆餅的 喔 好像跟總監的美學也是比較有差 比較像的對不對 對 是 是 是 那這邊我也想請教總監就是說 在這個朵希美學在我們創立的過程當中 也有六七年的時間嘛 對 沒錯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的一些困難挫折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一個挫折 那總監你又是怎麼去克服它的 有啊 其實我的個性就是越挫越有 對對對 那當我的個性也是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一定要完成 我沒有做我就會很痛苦 所以我那時候在學這個技術的時候 我就要去找人來做私密處除毛的練習 但是都會遇到就是朋友啊 都跟你說我沒有毛 就是會比較擔心擔憂 對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說 一直找不到然後被拒絕什麼的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我們有秀到那個 那個敏感度有秀到說它一定是未來趨勢 所以我就很堅持要做這件事情 對但是也確實後來慢慢的越做越做 大家一剛開始大家還說 除毛很久以前就有了啊 那以前在美容店家一二十年就有了 為什麼要特別為了它去創業 但是每一個時代不一樣 它就會把它的項目都拉出來 所以我想要把它這個部分做得很專精 就是時代的在變化 對 所以你說挫折嗎 我覺得就是越挫越勇了 對 所以就是總監你的這個精神就是覺得 我們遇到困難我不怕 就是繼續的去把它轉換成變更好 對 了解 那我想請總監就是跟我們分享說 我們躲心美學啊 你覺得經營躲心美學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裡面是什麼 我覺得除了自己是技術者以外 那你要讓你的美業你的事業一直不斷的擴張擴大 你必須要除了你的技術是你的根本以外 你很多的時候你必須要學會公司的經營管理 你必須要周邊的商品 你必須要可以有傳承這個技術 再來最重要是你的員工是你的很重要的一個制裁 是 對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人沒有這些員工 那麼只有我們一個人 兩隻手能做什麼呢 單打獨動太難了 對太難又太累 對所以有員工他們我們才能夠去創造很多的 我們想要的一些企業的文化理念跟價值 我覺得總監這個看你很棒 就是說你覺得最重要的我們有擁有我們的技術根本 那我們把員工當作是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是沒錯 如果你的員工都可以願意跟著我們這樣一起打拼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在這個創業路上 你會覺得我這樣的努力是對的 而且很多的技術者他可能會覺得說 員工是我的負債 他們會覺得為什麼我要賺錢賺來養我的員工 很多人會這麼想 但是呢我覺得我鼓這麼想的是 如果你沒有這些人 你一個人再怎麼做就是很有限 那麼你可以將你所學會的東西 你去傳承給他們 慢慢的去把他們慢慢的去做一個複製 對那他們就會了解公司要的文化跟價值 價值在哪裡 對那他們你就是培育他們 因為我覺得員工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如果沒有去培育他們 你只是放任著他們去做 那很多老闆就會氣死 對 所以你要跟他你要跟員工其實你要出了 就很像我們今天要服務客人 客人才是我們的營收對不對 我們也要服務我們的員工 那員工其實有向心力 對 比如說他在每一個階段 人生階段的需求 你要去符合他的需求 對 例如說他可能剛出社會剛畢業 他可能需要一個地方可以有一個平台 但是當他做久了一段時間 他需要晉升 他需要再更進階 如果我們沒有給他這樣的一個舞台 或者是沒有幫他去想到他未來的晉升 那麼有一天他會覺得我想要再往更高處走 人一定是往高處走 對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有幫他們去著想到這一整個 我覺得員工一定會有向心力 然後也會為我們團隊創造一個不一樣的 對 就是一個共好的概念 對 那我今天也想請總結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目前我們躲心美學有提供怎樣的一個服務呢 我們有做熱蠟除毛 有男生有女生有孕婦 然後也有美胸的按摩 那美胸呢 我們也包括可以做到就是孕婦的媽媽 殘後的媽媽 比如說有熔乳數數的或者是乳癌數後的 這些我們都有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也會有女性私密處呵護按摩的課程 對 不一樣的一個課程 對 那同時我們也有配合老師做柴爾波金這樣子 就是比較一系列全方位 對 對 這是服務客人的部分 今天有看到總結有特地有前面有帶一些商品的部分 對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商品可以跟我們做分享介紹呢 有啊我們很明顯就是這個是我們的很明顯的商品 嗯 這個是一個你看這裡有一個女生 是 然後這裡有一個男生 對 有分別 對對對 它就是女性的私密的清潔慕斯 它叫做妹妹動人 哇 你怎麼聽總監取的名字嗎 對對對 然後男生叫做鳥鳥晴顏思潔慕斯 對 然後這瓶是噴霧叫做飄飄欲仙 對對對 它是噴霧的 因為我們做私密處的 所以我們就很在意私密處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台灣女生 因為我們天氣潮濕 所以很容易感染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特別針對它的配方去做一個研究 那它最主要這三支都有很共通的特點就是 它都可以抗四種菌 一個是金黃色葡萄酒菌是我們身體都會有的 有傷口 然後容易感染的 第二個呢就是會有一個就是濾濃感菌 像很多網媒啊他們可能會去潛水 或者是家長會帶小朋友去海邊游泳 去游泳池游 都會有濾濃感菌 所以它就會很容易感染 再來第三個它會有那個白色黏珠菌 最多可能就是在孕婦 孕媽咪 那女生感染也都是因為白色黏珠菌 更多的時候是因為跟伴侶 男生的白色黏珠菌也是有的喔 對這個是抗菌的部分 最後一個就是大腸感菌 它可以針對我們上完廁所的時候 屁股的地方比較容易有 有特別設計是噴頭的部分 噴頭是可以倒噴的 就是你上完廁所之後就可以這樣 又符合人體工學 對 然後很多女生 她如果比如說上班 上班族久坐 那坐久是不是私密處會悶悶的 對 去上廁所就拿著噴一下 或者是 其實是很方便的齁 對 噴頭 它其實是抗菌喔 也是一個衛生然後抗菌的部分 對 因為只要菌種沒有我們的異味就會減少 對 所以這三個是我們很明星的商品 也是我們特別難產產出來的 是 就是說 堅辛萬苦有把它產出這樣子的一個商品出來 對 所以我們很多客人用完它之後回饋都很好 有的就是買回去給男朋友勞工 給小孩 了解 尤其是那個高中生的女生 我們客人都說 我女兒都拿去用耶 就是買回去之後 自己沒有用然後都女兒在用 因為他們知道用這個的好處 他們比較不會養也不會感染 對 就是整個一系列私密處的一個保養 對 而且身體起來的時候 更合適 對 了解 那我剛剛總監也有跟我們提到就是說 其實有在做一些 除了這些私密處的保養啊 美胸的一個課程 也有在做培訓師資的部分 對 沒錯 我們有做私密處的熱蠟除毛的教學 然後美胸的教學 然後還有私密呵護的教學 再來就是我們有學生 因為他們做了一段時間可能會往上走 那麼他們可能想要進入做講師 那我們會有講師培訓的課程 OK 就是除了服務客人 那我們內部的團隊 對 會一直做這個升級的一個部分 對 了解 那我想請總監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我們朵星美學 未來有怎麼樣一個短中長期的一個計畫呢 短期的部分我們一定 應該是說我們走到這裡已經算中期了 其實一剛開始我初期的規劃就是 先把我們的服務顧客的部分做好 慢慢的衍生到我們的產品 好我們的教學 還有我們的員工的培訓 然後一直再到我們的產學 比如說產官學 那所以我們有協會 那我們的協會是專門在培育美業的技術者 這些美的技能這樣子 對 所以未來我們就會跟政府合作 產頭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跟學校有做產學的合作 對 你有在培養就是考證照的部分 有 對 還有就是說 像比如說學生他們有在 我們有教那個講師培訓 我們就會有發現居的國際證書 國際證書它就是全世界通用的 是 那你有這項證書 如果你要出國去旅遊啊 還是要去度假打工 三個月半年的 拿著這張證書 你就可以去外面職業了 哇等於是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證照 對 也是自己有一個一劑職場在身上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學生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 從義大利原裝進口 這是我們目前在使用的蠟品 對 這些都是原裝的蠟 所以都是從義大利 我們有海運有空運進來 那我們很多的學生用完之後都覺得 他們有買過外面的他們就會知道 我們的抓毛利確實很好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商品 的原因是因為我一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是需要有這些蠟 我們才有辦法做客人才會有收入 但我有一段時間就是被我們的那個 然後蠟就是整個都斷貨 沒有斷貨就是供貨不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 你找到很多的品牌 他可能都需要很昂貴的一個資金去購買 甚至蠟都不好用的原因是因為 裝毛利不好 所以我就自己有下去研究這個蠟品的部分 對 因為一個技術者我們除毛要快速啊 蠟很重要 因為他如果蠟不好用 他會整個延遲你的速度 再加上技術者心情會超級受影響 OK 等於總監就是對任何的產品 都是親自的去做這個試驗 跟了解它的狀況才會挑選來給我們 最適合給我們客人 對 所以我們的學生都跟我們說 老師為什麼你的蠟這麼好用 我都會想說 那你們之前到底是用多難用的蠟 因為我自己是過來人 因為我知道那個 沒有產品的那種痛苦 對 所以我才會 才會有這個產品出來 了解 那這邊最後想要請總監給我們 就是說 如果現在有一位年輕人啊 他也想創業 然後想踏入美業的這一條 創業的路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呢 如果他想要踏入這個領域 他可以先去了解自己 是不是真的適合 是不是真的喜歡美業 因為美業是一個很講究技術的工作 沒錯 他有他一定的專業 那麼在這個 你要踏進來這個美業的過程 必須要給自己一段時間 去好好的精進自己的技術 因為很多人都會聽說 欸美業好像很好賺 然後我就想要踏進去 但是他不知道他必須要去付出一段時間 去努力去精進在技術部分 他就會覺得啊 我會啦 我就可以開始做 其實沒有 他的美美交講很多 對 所以第一要熱情 第二個 要有一個 如果真要創業 必須要有一個特質 就是很像打不死的蟑螂 你知道嗎 對 沒錯 因為你如果太玻璃心 人家跟你講個什麼 或者是客人跟你怎麼樣 很難堅持下去 你就會很難堅持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也要創業 就是氣 這個子彈要準備好這樣子 對 要先有做一個 事前的一個規劃 對 所以我們很多學員 他們來上我們的課以後 他們有的會自己去斜槓 然後有的會去外面 就是開自己的工作室 好 那我都會給我們學生 一個後遁就是說 你只要是我們的學生 你就會 我們會提供一個場地 讓你在這裡接待顧客 一直到你覺得 你的客人夠了 飽了 你就可以出去外面開業 哇總監還有提供這樣子的給我們 當初是一個 炒創 輕創時候的一個服務 對 因為我當初 就是因為 自己的工作室 我那時候一剛開始學習 就馬上去跟人家分租了一個地方 但是我遇到了就是 給我很多的挑戰 但我也從裡面學習到很多 所以我希望 未來我的學生學完以後 不要遇到跟我槍童的問題 對 因為你希望可以把它這個東西傳承下去 對 希望他們把最好的技術 就是可以帶給 他未來一個穩定的客員 對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就是邀請到賭心美學的一個負責人 黃雲綺 他帶來給我們很多一些專業 跟他一些很堅持下去溫暖的一些創業的故事 今天再次的感謝他 謝謝 謝謝